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都洗两个小时了 还没洗完 那怎么了 两个小时怎么了 我还能在里面洗一天呢 你反应这么大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啊 不是啊 他可能快洗完了吧 我不信 你让开 你干什么 你个臭流氓 你是不是想进去偷看他洗澡啊 你给我洗开 你个臭流氓 你不能进去啊 你不许 你干什么 你个臭流氓 你不许进去啊 你 你是不是想偷看他洗澡啊 你不能进去 你给我洗开 你个臭流氓 你给我放开 放我下来 洗开你臭流氓 妈妈 那你啊 妈妈 妈妈 你怎么了 你身上怎么都湿透了 你见到他了吗 你见到他了吗 跟他说话了吗 你怎么了 你别吓我呀 妈妈 妈妈 万宁 妈妈 妈妈 万宁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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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呜 我 你 你 我 你 你 我 好像 做了一个很长 很久 很慌乱的梦 在那里 我经历了另一个人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现在梦醒了 我又回到了我的世界 别动 你放手 虽然好像一切都不真实 但是 这才是我应该过的生活吧 你 你个小蝉猫 你去去去去 这孩子真是 爸 吃饭吧 好 你快给我 你 咱们一家人啊 好久没有一起 团团圆圆地吃个饭了 来 来来来 喝一个 来 妈妈 说 满宁 根据慧姓阿姨 还有美娜 道个歉 老沈 满宁 我知道 你做的那些事 一定有你的原因和苦衷 你长大了 爸爸现在也不想过多地追问 和指责你了 现在既然你回到这个家 就要为你做的事 说的话 跟大家道歉 慧姓阿姨 娜娜 对不起 我知道我之前 做的事情伤害了你们 不管是什么原因 都是我错了 我要跟你们认真地道歉 对不起 孩子 你一个人 待在别人的家里 一定也吃了不少苦 老沈 你这是何必呢 妈妈 有你这句话 我原谅你了 满宁 有你这态度 这件事 在咱家 就算翻篇了 来 一起啊 一起啊 来 来拿 干嘛 妈 叔叔 我敬您 干杯 来来来来 刚刚这个我就想吃了 开头开头 现在你站在这里啊 我都感觉跟做梦一样 你这次 不会突然间再走了吧 不会突然间有一天跟我说 我根本不认识你 不说不说 我不说了还不行吗 其实你这次应该受了很多苦吧 自从你从一大突然间消失之后 我就知道 我现在想起来你那天问我 双双花一旦相遇会怎么样 我都忍不住心惊肉跳的 娜娜 对不起啊 我们闺蜜二十年 你用得着总跟我说对不起吗 但是妈妈 你那段人生 过得到底怎么样 你是真的经历那些死亡的预兆 还是历经了命运的高潮啊 那 那你和那个男人呢 那个严 严兴成 是 庄家发布这么重大的变更通报 总是要跟我们股东会议 通报一声吧 尚无股价 一路下跌 再这么腰斩下去 我们全部身家 都要被败光了 庄家人再怎么折腾我们也不关心 但总要对得起我们扔进去的投资吧 要是新来的这位在坐不稳 不如我们就集体 对不起 刚刚谁有意见 再说一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会多 不会少 总裁您说的容易 但公司高层意外变更 股价一路狂跌 不知道公司还有什么办法挽救 还有什么办法挽回股民的信心呢 别说再开发新系列新产品 就连上新线还需要资金和流水呢 资源线和产品线全部一路崩溃 对 等公司上半年详细财报发布 股价只怕会跌得更厉害 对啊 对啊 这一切都需要钱 这根本就这么厉害 肯定会跌得更厉害 这啥时候是不是头啊 既然是高层继承权变更惹出了风波 那就请高层继续想办法 公布利好公告 稳定股民了 什么利好 说说看 把我们蓝海和流光集团联姻吧 据我们私下得到的消息 和我们竞争的流光集团 其实一直与我们有联手的意愿 流光集团的千金大小姐 好像也和庄稼有来往 作为珠宝奢品的两家知名公司 如果能够珠联闭合 那将对整个珠宝市场 对双方的股价 都将会是一个震撼的重大利好 是 到时不愁挽不回 我们股东的信心 救回我们公司的股价 联姻 联姻 盛先生 请问你要谁 去和流光千金联姻啊 谁我得蓝海一星的大权 当然就该谁去 盛先生请注意你的言辞 方祥 不愁挣 不愁挣 优室 尊 好了 人家 尊小姐 两个大权 对蓝海 我一定会负责到底 你的意思是 让我进你的设计室 暂时不算正式的员工 但是我有一些额外的设计 需要助理来帮我完成 之前在公司 你是一大毕业的 我也见过你画的图 我对你线条的处理 和帮我完成收尾的工作 还是很有信心的 所以 你愿意加入吗 我以为 你会不想再见到我 而且 我也不想再和蓝海 有任何关系了 和蓝海无关 都是我私人工作室的设计 那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 难道你不想重新 开始你的人生吗 重新 重新回归属于你自己的人生 这一次 你只是沈漫宁 老大 你怎么能轻易答应他们呢 别忘了我们回来的目的 这可是 把蓝海一星攥在手里 把该做的事情 努力做完 但是你还有沈漫宁啊 但是你能干吗 什么东西 自己的图备 你 你别抓得到 我们才能逃脱 我 你不可以 稍微 你多信心 林立 还给我 你都喝成什么样子了还喝 不还是吧 我还有 林立 你能不能不要管我 我出去不对 我回来也不对 我喝酒还不对 我干什么都不对 干什么都不好 那干脆你当我心脏病 死在手术台上好了 林立 林立 你从小就身体不好 哥一直把你捧在手掌心上 但是今时不同往日 你是刘光和森林的大小姐 什么该做 什么不该做你要分清楚 哥不让你跟那个男人来往 我是为你好 可我真的喜欢她 我知道 我知道她 妇黑 她来历不明也好 我斗不过她也好 可是我就是在她手里了 林立 那个男人到底有哪里好 为什么就非要她不可呢 哥 爱情还需要理由吗 你就当我 你就当我 上辈子欠她的 这辈子我还给她 这辈子我还给她 她说蓝海集团 因为继承人频繁变更的问题 令很多股东不满 为了稳定股价和股民的情绪 蓝海集团决定跟我们刘光 结盟 让你们 联益 你和言行者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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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算了 我 我现在就去工作室 我去订一套礼服 还要订一套珠宝 当年那个礼设计师还在吧 算了算了算了 我去找李莫凡好了 李莫 李莫 你考虑清楚 我来帮你吧 你别误会 我没别的意思 我就是看你一只手不太方便 想来帮帮你 这么长的伤口啊 你怎么不去医院啊 死不了 你别选你那个倒霉老大说话 伤了 是死不了 万一感染了呢 那个严新城 他是钢筋铁打的 非得让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吗 和老大没关系 是我自己不小心 你干什么 帮你吹干消毒水啊 我还能干吗 手给我 我没整完呢 从未感到孤单 拥有你的陪伴 从未时刻否认 你是我唯一深爱的人 命运兜兜转转 化作无限期盼 我想你会喜欢 在阳光下铺满花瓣 我就这样的被你熄烂 无论是什么样的角色 有你就是值得 哦哦哦哦哦哦 让我在你的世界里 伴在你左右 落泪的时候 涌入你怀中 我会当你最重心的 岳飞 岳飞 你就这么走了 东西不要了 不要了 怎么了 有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我们 没有见面的必要 袁帅 你为什么总躲着我呀 我做错什么了吗 我没有要夺你 只是没有必要 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次吗 我 我喜欢你 从第一次见你起 我就喜欢你了 我不管在你眼里你怎么看我 你对我什么感觉 我 我就是喜欢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你爱我 你爱你 wenn你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你爱你 曼宁啊 这个很重吧 让我来就行 没事 阿姨 不重 反正我最近都会在家里帮忙 还是你懂事 我们家那个 我说了他一百八十多遍 他也不肯帮我打把手 不过 曼宁啊 那边 阿姨 以后呢 我会好好地挣钱 好好地孝敬您跟爸爸的 你这孩子 我再去搬箱西拿 你慢着点啊 据财经记者最新消息 著名珠宝集团蓝海一星 与刘光有意合作结盟 公司内部传出 高层有可能即将联姻的 重大利好 刘光 工业和清晰化妇发出的 今年一档四月 工业运行情况先练 联姻 建盟 曼宁 曼宁 你 你还没吃早饭吧 要不然 你拿个三瓶痴吃吧 回去休息休闲 回去歇着去 去吧 没有 我 什么 都不肯定 这么没事 就更我 你 你 我 你 有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好耀眼 好耀眼的阳光 就好像我和她的距离 已经隔了一个光年那么耀眼了 我们 不会再见面了吧 老大 您要我调查的线索 我已经把消息放出去了 大概一周左右就会有反馈 还有 您要我准备的事情 我也准备好了 好 老大 你真下决心这样做 就算要稳定蓝海的股价 也没有必要非要和她联姻 她上次有出这么大的麻烦来 而且心烟小姐的病历 还在她手里 你和这种女人联姻 那不是往火坑里跳吗 还有沈小姐 你们两个就过去了 她当时可是冒着风险 和你回的庄家 你就把她送走了 而且你们两个还 还想说什么 一次说完 我错了 我不说了 这已经是最好的结局了 以后不要再提她 是 有 moins 有你 有更好 很高 有天 有ء 我没锁门吗 我没锁门吗 爸 在家吗 爸 爸 谁啊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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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车要去哪儿 那个人到底是谁 他把我引到这里来 他到底要干什么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怎么回事 明明刚才还通了 怎么这会儿不通了 方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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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 对不起 总裁 我要找方响 明事也行 你要弄清楚 这是你找人的地方吗 对不起 我知道我不应该随便来这儿 但是我有急事 一定要找到方响 刚刚曼曼跟我说 家里进人了 让我找人帮忙 但是先给他打电话 他又不通 今天要结束在这里了吗 不 我还不想就这么离开 当初心炎救了我 我还没有替他实现心愿 也没有替他抓到凶手 还有 还有那个人 我还没有和他再见面 星成 优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 假如放下遇见 反复这场冒险 你可愿意回到我身边 回到故事的原点 假如勇敢一些 也许在平行时间 我的明天 再次和你相恋 秒针滴滴答答 转动的每一下 此时此刻 你还好吗 总在梦醒时候 想起你啊 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 所有倔强在一瞬间崩塌 请醒醒 请醒醒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